这个场景对于吃鸡玩家来说并不陌生 空降自由城 一桩飞行 穿梭在城市之中 躲掉直升机的扫射 打开散包 精准地降落在跑车之内 美女NPC早已等候多时 挂挡踩油 顶着扫射一路横标 跑车如入无人之境 后面紧追不舍的警车连续相撞 一把方向弹 帅气飘移过弯 只跑步还击 还叫玩家吗 盖是自由城的一个NPC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和鱼缸里的小金鱼说早安 玩事后换上一模一样的衣服 看同样的电视 喝一成不变的咖啡 每天相同时间 遇到大黑一起去银行上班 原来 这一切都已经被程序设定好了 游戏中只要戴眼镜的就是玩家 其余的都是NPC 盖和大黑每天在银行上班 就是等待玩家来完成抢银行的任务 只剑枪声响起 大黑放弃抵抗 他们往地上一趴就算完成任务 365天 天天都一样 直到有一天盖遇见梦中女神玩家的 体内隐藏的程序代码被激活 盖有了自我意识 认定女神就是自己的爱情 赶忙追了过去 还没来得及要的联系方式 NPC肯定是死不了 这天 银行再次上演被抢戏码 盖心不在焉 看到女神的背影 赫尔蒙被激发 这次盖并没有配合玩家 而是打破常规将其反杀 戴上抢来的眼镜 开启了上帝视角 这一切改变了她的认知 指着路边的医疗箱 被路人以为是神经病 防缓触碰一下 瞬间精神抖擦 看到玩家落地成河 上面悬浮着几大钞票 伸手一划 自己的余额直接飙升 摆下新已久的跑鞋 而这一切异常的举动 引起了游戏管理员的注意 他们迅速进入游戏 盖以为是佛波勒来找他麻烦 二话不说撒腿就好了 只见他们手中凭空造出两把重型武器 看到盖就是一炮 盖情急之下按下跑鞋隐藏的技能 再按一下 管理员们也不认识 立马用键盘敲出一座扶梯 开启第一视角追赶上去 盖最后被逼到无路可走 只见他纵身一跃 道具救了盖一命 正当盖侥幸的欢呼时 命中注定 盖再次遇到自己的女神米丽 米丽带着傻里傻气的盖来到自己的机会 琳琅满目的武器装备把盖看待了 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一看就是个萌新 米丽给盖展示自己的等级 而盖才可怜的一级 米丽告诉盖 想要升级成为盖世英雄 就得像侠盗飞车一样 抢车 抢商店 KL路人 可那些都是盖的熟人 他根本下不了手 于是他专挑戴眼镜的玩家下手 但是新手的他毫无经验 看着对面扔过来的手 盖自信地接住 算好时间然后扔出 慢慢地在无限会活中有了经验 盖的建议勇为也迅速让他成为一名王 没人知道他是谁 又为什么这么做 全球都在直播他的内容 盖的等级也一路飙升到100% 与此同时 米丽潜入地堡 可刚拿到想要的资料时 触发了机关 被守卫拦下 紧要关头 盖帅气出场 正当米丽伸手想去拿资料时 更多的守卫出现 将他们团团围住 他们携同作战 默契配 战斗中米丽深深把盖吸引住 直到一脚把他踢回现实 面对无限复活模式的守卫 逃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盖连忙骑上渡卡 米丽一个空翻来到盖的身前 再一番旋转射击过后 两人冲向断崖边 就这样打着空滴离开的阵 盖带着米丽参观了自己的仓库 盖迅猛的升级速度让米丽吃惊 两人来到河边散步 一起吃泡泡糖冰淇淋 最后还开心地荡起了秋千 米丽下线后 小帅找到了他 并告诉他 他们一起研发的人工智能成功了 正是游戏中的蓝衣大树盖 而此时最要紧的是 游戏开发商将会在48小时后 推出自由乘二 这就意味着自由乘一不复存在 盖也将随之消失 他们的研发成果也将复之东流 所以他们必须在48小时之内 找到游戏开发商 盗用他们代码的证据 米丽再次进入游戏 和盖说明了真相 盖很难接受自己 只是个游戏里的NPC 生无可恋地走在街头 仍然不放过证明 自己不是NPC的证据 可丢出去的石头 还有伸出的手 无疑都证明自己 只不过是一串生活在游戏中的代码 盖很愤怒 克斥着这虚拟世界的一切假象 直到听见好友大黑的一段话 让他重新对这个世界燃起了希望 在大黑的帮助下 盖成功地进入道地宝内部 他想帮助米丽拿到那份资料 原来那是关于游戏开发商 盗用代码的证据 但是被这儿的保主玩家发现了 没想这个保主 却是盖的小谜底 就这样盖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想要的资料 并交到米丽的手里 通过资料 他们找到游戏开发商盗用代码的证据 突然 资料数据丢失 这里所有的一切随之禁止活动 原来服务器被强制重启 重启的原因竟是想让盖恢复出场设置 因为他高具好人的旗帜 严重影响续作自由乘二的御守 游戏开发商安托万的目的达到了 盖从新作回以前那个没有灵魂的NPC 正当米丽一筹莫展之时 小帅告诉米丽 盖的人工智能不会因为重启而消失 可以重新唤醒盖的记忆 米丽知道怎么做了 那天 米丽把盖抓到小巷子 一个深情的稳患醒盖的所有记忆 很快 他们发现安托万把盗用的代码 放在一个叫做新大陆的地方 为了阻止盖和米丽继续追查 安托万先让程序员小黑关闭重生机制 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追杀正在兜风的盖和米 紧要关头 小帅出手了 一条马路凌空架起 终于他们来到了海边 小帅敲下最后一个案件 一座通往新大陆的桥就这样被搭建了 他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意料之外 米丽被踢下险 盖制好孤军奋战 突然 盖狠狠地摔在地上 站在眼前的是一个两米多高的超级赛尔 紧接着一脚把盖踢飞摆来迷远 还没等该站稳 又扔出一个摩托保红球 实力相差悬殊 赛亚人抡起蓄力的巨拳想早点结束战斗 干卸下盾牌后 抡起绿巨人的手臂 一拳把赛亚人打飞数十名人 一个帅气的姿势吃了个血包 瞬间满血复活 然后开启花式表演 赛亚人被耍的是毫无质疾 正以为胜利在望之时 赛亚人反客为主 把盖安在地上摇擦 在即将被捏爆之前 盖给赛亚人带上眼镜 赛亚人秒变超级马力 又蒙又恶心地跳起舞来 眼看赛亚人任务失败 安托万气急败坏的超级服务 砸向服务器想要毁灭证据 游戏里的世界也开始崩塌 桥面也慢慢消失 在最后一秒 盖来到了新大陆 揭露了安托万盗用代码的事实 安托万所创建的游戏公司 也因此四面楚歌 那天盖和往常一样和米莉约会 盖告诉米莉自己是小帅 写给她的一封情书 小帅以她为原型 写的代码植入到自己的程序中 原来故事开头盖对自己 一见钟情并不受了 知道自己喜欢吃冰淇淋 也不是独心术 米莉从游戏中下线找到小帅 隔着街 他们对视而笑 最终 游戏世界里盖也和基友小飞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